《诗诗记》第十章 在他以后有激烈人雅尔兴起 做以色列的逝师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着三十匹驴鞠 他们有三十座长翼 叫做哈沃特雅尔 直到如今都是在激烈地 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却侍奉朱巴利和雅斯塔路 并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鸭的神 雅门人的神 菲利士人的神 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菲利士人和雅门人的手中 从那年起 他们扰害七亚约旦河那边 驻亚摩利人之激烈地的以色列人 共有十八年 雅门人又渡过约旦河 去攻打犹大和汴亚敏 并以法联族 以色列人就慎决窘迫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 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离弃了我们神 去侍奉朱巴利 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 雅摩利人 雅门人和菲利士人吗 西顿人 雅玛利人 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 你们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竟离弃我 侍奉别人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 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 让他救你们吧 我们犯罪了 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就除掉 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当时雅门人聚集 安营在基列 以色列人也聚集 安营在米斯巴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 彼此商议说 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 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受 第十一章 基列人耶和他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 耶和他是基列所生的 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七所生的儿子长大了 就赶逐耶和华 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 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耶和华就逃避他的弟兄 去住在陀伯地 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 与他一同出入 过了些日子 雅门人攻打以色列 雅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基列的长老到屠伯地去 要叫耶夫他回来 对耶夫他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 我们好与雅门人征战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处离傅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极难 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同我们去与雅门人征战 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你们叫我回去 与雅门人征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 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 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 做元帅 耶夫他在米斯巴 将自己的一切话 沉迷在耶和华面前 耶夫他打发使者 去见雅门人的王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雅门人的王 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 因为以色列人 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 从雅嫩河到雅伯河 直到约旦河 现在你要好好地将这地归还吧 耶夫他又打发使者 去见雅门人的王 耶夫他如此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 和雅门人的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 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 来到加迪斯 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以东王却不应允 又照样打发使者 去见摩押王 他也不允准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 他们又经过旷野 绕着以东和摩押地 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 在雅嫩河边安营 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 因为雅嫩河是摩押的边界 以色列人打发使者 去见雅摩利王西红 就是西石本的王 对他说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西红却不信服以色列人 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 乃招据他的众民在雅杂安营 与以色列人征战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将西红和他的重名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得了雅摩利人的权地 从雅嫩河到雅伯河 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 赶出雅摩利人 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 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 你不是得为业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 我们就得他的地 难道你比摩押王 西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 他曾与以色列人征进 或是与他们征战吗 以色列人住西石本 和属西石本的乡村 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 并言雅嫩河的一切诚意 已经有三百年了 在这三百年之内 你们为什么没有 许回这些地方呢 原来我没有得罪你 你却攻打我 恶待我 运审判人的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 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但亚门人的王 不肯听耶和华打发人说的话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华身上 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 来到基列的米斯巴 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 耶和华就向耶和华许愿 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门人那里 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就避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凡记 于是耶和华他往亚门人那里去 与他们征战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 他就大大杀败他们 从亚罗尔到米尼 直到亚贝勒基拉明 供取了二十座城 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耶和华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 是他独生的 此外无儿无女 耶和华看见他 就撕裂衣服说 爱 爱在 我的女儿啊 你使我身世愁苦 叫我做男了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 不能挽回 父啊 你既向耶和华开口 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 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 有一件事 求你云准 容我去两个月 与同伴在山上 好哀哭我终为处女 你去吧 就容他去两个月 他便和同伴去了 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 两月已满 他回到父亲那里 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 却为激烈人耶和他的女儿哀哭四天 以法连人聚集 到了北方对耶和他说 你去与亚门人征战 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呢 我们必用火 烧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名 与亚门人大大称赞 我招你们来 你们竟没有来救我 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 你们今日 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招聚激烈人 与以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急杀以法连人 是因他们说 你们激烈人在以法连马拿西中间 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 激烈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以法连人过去 以法连逃走的人若说 容我过去 激烈人就问他说 你是以法连人不是 他若说不是 就对他说 你说是玻璃 以法连人因为咬不真字音 便说西波列 激烈人就将他拿住 杀在约旦河的渡口 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 有四万二千人 耶夫他做以色列的逝师六年 激烈人耶夫他死了 葬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耶夫他以后 有伯利恒人以比赞 做以色列的逝师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女儿都嫁出去了 他给众子从外乡 娶了三十个媳妇 他做以色列的逝师七年 以比赞死了 葬在伯利恒 以比赞之后 有西部伦人以伦 做以色列的逝师十年 西部伦人以伦死了 葬在西部伦地的雅雅伦 以伦之后 有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亚顿 做以色列的逝师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匹驴鞠 亚顿做以色列的逝师八年 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亚顿死了 葬在以法连地的比拉顿 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